你去吧,我在车里等你。 你不去吗? 嗯,我怕李哲看到我又不开心了。 嗯,那我很快回来。 确认之后,你就早点回来。 不要说太多小时候的事情, 免得他不开心。 嗯,知道了。 那你会不会吃醋啊? 一点点。 就一点点。 那我可去个三四个小时喽。 那不行,你只能去一个小时。 因为,因为我还没吃晚饭呢。 那我很快回来。 我们一会儿就吃好吃的。 您请客。 好。 拜拜。 早点回来。 姐,李哲。 一人,你怎么又不经过我同意, 就乱拿我东西啊? 李哲,你先上去吧。 我和一人说几句话。 你怎么回事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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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喜欢李哲。 我说我喜欢李哲。 你们两个小时候的故事, 我都已经知道了。 现在李哲以为我就是当年那个小女孩。 所以我希望你不要把真相告诉她。 她真是那个小哥哥。 姐。 从小到大我什么都可以让着你。 可是,这次真的不行。 为什么? 你明明就已经有男朋友了, 为什么还要把这理着不放? 你怎么知道? 我在商场上班的时候看到的。 我都没有告诉她。 可是我没有告诉爸妈。 你知道的。 她们如果知道你骗了她们, 特别是我妈, 肯定会很生气。 我不是故意不告诉她们的。 我还没有做好准备跟她们说。 随便你怎么说。 总之, 我帮你守住了一个秘密。 那你是不是要帮帮我? 这不是一回事啊。 怎么不是一回事? 每个人说谎的背后总有这样那样的理由。 但本质来说, 谎言就是谎言。 没有谁比谁高尚。 你可以为了你自己的爱情欺骗亲人。 那我为什么不可以? 可是这段经历对我来说真的很特殊。 我以后什么都让给你好吗? 可是。 我知道了。 其实在你的心里, 从来就没有把我们一家人当作过亲人。 对不对? 更没有把我当过你姐姐。 没关系。 反正我从小吃苦吃惯了。 家里压力又那么大。 我有什么资格喜欢像李哲那样的人呢? 姐,我不是这个意思。 你别哭了。 我有什么资格喜欢别人呢? 如果李哲知道我骗了他, 他肯定会更加瞧不起我的。 我求求你,伊人。 你就再帮我这一次吧,伊人。 姐。 我。 怎么了? 怎么了? 没事。 前几天我以为弄丢了。 没想到是伊人拿走了。 幸好拿回来了。 , 伊人。 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。 但这个真的不行。 它对我太重要了。 伊人。 只想要找我。 有事儿了。 我。 我来找你, 是想让你原谅方志友的爸爸。 你找我就是要说这个。 对。 我不想再看他和他爸爸这样僵持下去了。 至少, 也要原谅方志友啊。 方志友和他爸关系不好, 为什么我要调解啊? 因为你知道的, 不是方志友的错。 你说过, 你和方志友的事情和我无关。 那我和他的事情, 也与你无关。 知道了。 对不起, 我不该来的。 外出 Росс家 digo其他人。 我们上去吧。 对不起,